随后李道宗被带往轿场 他破口大骂 程咬金却表示 事到如今 哪怕他管自己叫爷爷 也没商量啊 只见一口大钟悬在李道宗头上 随着程咬金一声令响 大钟直直下落 把李道宗扣在里面 随后罗通拾来干柴 摆在大钟底下 又拿着火把点燃了干柴 里面的李道宗又绝望又慌张 秦怀欲怕他们生出事端 赶紧向皇上报告 皇上 大事不好了 卢国公要杀成金王了 皇上吓了一跳 急匆匆地赶到轿场 可是为时已晚 大钟旁的干柴都烧成了灰烬 冒着屡屡青烟 皇叔何在 启禀皇上 他在前夜中之内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众人抬起大钟 里面只剩一个看不出形状的探款 这是成金王 皇上 正是成金王 大胆程咬金你 你敢敢擅自杀害秦王 你该能何罪啊你 程咬金连忙解释 杀害李道宗并不是自己万万 这是薛仁贵所提的条件之一 已经事先征求了皇上的同意 况且之前皇上已经赐他免死金牌 所以即使他如今犯罪 皇上也不能至罪于他 皇上无话可说 徐茂公在一旁替成杳金求情 表示这成亲王作恶多端 陷害忠良 死不足惜 还请皇上不要怪罪 可即使他不怪罪成杳金 先皇的遗讯上明明白白的写道 世上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没有绑李道宗的神 也不准到李道宗府上查案 成杳金早就考虑到这一点 皇上 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皇上 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 将他空出来的 那还有第二条呢 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皇上 老臣用的是铁链 并非绳索啊 那没有斩他的刀 没有斩他的剑啊 老臣无刀无剑 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面对对达如流的成杳金 皇上哑口无言 如今皇叔已死 说什么也没用啊 为了江山设计考虑 便依了他们吧 眼看着条件都已实现 薛仁贵随即挂帅出征 平定西凉 途中他遇到了一点小困难 没想到正是这点困难 引出了一代传奇薛丁山 上阵父子兵 留下了一段佳话 据史料记载 薛仁贵的后人们都骁勇善战 除了好几位将军 纷纷建功立业保家卫国 立下了丰功伟绩 至此 薛仁贵传奇更新完毕 我们下部见